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关于伏龙西药 特别抗生素消炎药能起 的胃部不息的附作龙是如何处理 我过往超过50年 无法吃伏龙一些西药 抗生素消炎药这些药丸 都能起胃部不息 而胃部不息我的感觉就是 顶着胃部 其实就是胃部消化不良 因为这些很大粒的药丸 它不是胶落 不是粉剂 吞了胃部 如果我们的消化能力不是那么强 胃酸胃液分泌比较少的药丸 吃了它有机会消化不了那粒药丸 令到那粒药丸长时间停留在胃部 而削弱了胃部那些膜 那消化不了呢 但是通常很多时候 我很多次跟医生说 我很担心吃抗生素 烧不药 吃了胃部不息 那他们呢 就将胃部不息定性为胃痛 这个胃苦药 那就开一只胃药给你吃 胃部脱颠 这种药呢 是抑制你胃酸 是以来医治胃酸倒流 和胃苦药的 而你呢 我们的情况呢 就不是胃酸过多 乱致胃苦药 乱致胃酸了 那就不好 再给那么多胃酸分泌 是吧 就不是这个情况 我们刚好相反 就是胃液胃酸分泌不足 乱致 这些药丸消化不了 长期停留了胃部 乱起不息 是消化不良 我们需要呢 是 一些胃药水 例如 我拍摄这种 通常呢 就叫做Magnesium Traslicate Mixture 白色的胃药水 总之 一般呢 私家医生呢 未必 会有这些存货 因为 佔弄地方 很大 他通常都是用胃药 但是我试过胃药 和胃药水 胃药水的效果是相当理想 但是去政府的诊所 医院呢 你不跟他说白色的胃药水呢 他一定可以拿到这些胃药水给你 而这些胃药水 正是我们 因为 说药物过敏 的救星 因为 我学习一样东西 前扰了我几十年 胃部不息 因为吃西药 引起过敏症状 我就首先 当然要饱肚服用这些 抗生素 或者鲜药 它比较难消化 吃软饭 饭后 吃一包这些 这两包的 这些 梳打饼 有梳打成分的 是 令到 吞了胃呢 是令到它分泌 多少少胃酸的 跟这个胃药水的情况一样 功能一样 因为有碱性 你当 你胃部有些碱性的物体 停留在里面 它会刺激它 分泌多些胃酸 出来 帮助消化这些 这么难消化 这么硬身的抗生素 或者消炎药 那你消化到了 那胃部便不会消化不良 便不会硬着 便不会不舒服 因为大家不要小看 这些胃药水 这些饼干 就算没有胃药水 你要看医生 一般没有这些胃药水 你自己吃饼干 很多时候 西医诊所私家医生 收你五百元 六百元 的诊金 你即时说要吃药 你问姑娘 她都可以给到 梳打病 梳打病 就差不多 所有医院 公立医院 世界医院 你觉得 有少许肚饿 吃完正餐 还有少许肚饿 或者要送药 就一定用梳打病 稳固 没有甜 没有甜 没有糖 没有盐 梳打 吃了胃 比较容易消化 梳打病 而且会分泌胃酸 舒缓 胃部不適 消化不良 除非 你说胃酸过多 那就不要再刺激她 胃酸倒流 胃苦药 那你就不应该分泌太多胃酸了 你 那个情况 是 确诊了 真是 胃苦药呢 那医生 正式确诊了 真正确诊了 那就可以开个药物店给你 这种药 就 压抑你那些胃酸 不要再给那么多胃酸分泌 打伤你的胃 要不然呢 你要知道 吃什么药去帮自己 你的胃部不适 你说清楚 让医生去理解 你的胃部不适 吃了这些药物 过敏 是指 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的感觉是怎么样 顶住 尤其是胃的上腹 上半部分 那个位 是顶住 有些东西 压住 顶住是不舒服 但不是痛 咬住 咬住 不是胃苦药 穿了洞 那些痛 你搞清楚 这两样东西 是对立的局面 胃苦药呢 你就不要给它分泌胃酸 继续拿伤胃 胃部 消化不良 食物停了 吃炸了 等于你吃自助餐 哇 拼命啊 五百多六百元 拼命 样样事物 那就为我不食了 消化不良 你是不是要吃些东西 帮助消化的东西 例如山楂 想些列领水 那样 所以你要知道 你的不食究竟是什么现象 吃得适当的食物或者药物 是帮到自己 我刚刚皮肤敏感 柴肥膏不行 结果呢 医生决定了我 开抗生素 要吃一个星期 那我今 现在吃了两次了 抗生素 第三次 刚刚吃完了 一个小时了 完全 胃部完全没事 平时就是有事的 平时我饱肚 吃完饭 就这样吃抗生素呢 隔两个小时开始 胃部就感觉到 顶住 压住 不舒服 这些感觉可以持续 我试过最长的 因为那些 激烈药很厉害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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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三个月 我只不过是饱肚 吃消炎药 细意试一下医生 开给我 很贵 八百多九百元 诊金研磨 这个 一个星期的消炎药 吃了两次 已经放弃不住 因为真的顶不住 胃部不息 消化不了 那些 验不弱 顶住胃 很辛苦 就算你停了药 我这么说 停了药 我的胃部不息 我感觉依然持续 几长时间 超过三个月 然后才散退 所以说 药物过敏 你是要认识 才有自己的身体 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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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医生 是要正式 去听得明 知道你的胃部不息 是哪一类的胃部不息 给相关的药物或者药水 给你服务 去预防这件事发生 是啊 真的 现在我很有信心 吃了饼干 接着再吃胃药水 全部检性的食物和药水 放在胃部刺激胃酸分泌 然后饱肚 接着再再吃胃药 吃完饼干 再吃胃药水 隔半个小时 起码20分钟 再吃这些药 就很安全 再有一个更加彻底的方法 大家都肯听到10分钟我的讲解 真的 我再可还不说 再彻底的方法 更加彻底 预防你的胃部不息 就是吃这些消毒 那时候 我不要撕出来了 因为它是硬身 一粒的白色 中间有条架的 你可以撕碎它 撕碎它 放入口腔 用水 含着水 含着水 浓口 5至8分钟 你让它浓了 浓口的动作 因为透过浓口的动作 它是容易 令到药丸变成药粉 那变成药粉 吞到胃里 你真是 心理上 你都赢了 你都觉得安全 因为变成药粉 怎会消化不了 若然 一粒 像这些 这样的电芯 等于这些电芯的 三分粒 这样的体积 三分粒 这样的体积 吞下去 实心的 你想想 如果你 胃部的消化能力 是低的 真是消化不了 那些胃酸 影响到胃酸 分泌不了 胃液 分泌不了 不足够 你就有这个 长时间的胃部不息 所以 有时候 这些东西 做病人 都要 用你们的智慧 去想一下 那些什么方法 帮到自己 不要畏责记忆 但是知道 喂 如何服用药物 比较容易安全 那 梳打饼 全世界 所有医院 药房 诊所 都用的 最安全 尤其是有些东西 药物 要饱肚吃 任何私家诊所 它都是梳打病 最稳固 少少饱肚 不会伤到你的胃 或者糖尿 或者难消化 是吧 容易消化 没有糖分 一吃 立即有少少饱肚感 喂 药水 水劑 液体 没理由消化不了 它是检性的 倒了下去 Malaysia 是检性 倒了下去 它是帮助你分泌胃酸 帮助你消化 就算平时我食製了 想少少些胃药水 都能帮我 解决胃胃不食的问题 我已经十分详重 仔细 说了一些方法 一些方案 饼干 胃药水 包括用水含着胃药 浪口 让它变成药粉 才吞下去 三个处理方案 都是直接帮到大家 避免 胃药不食 因为 吃了一些敏感药物 比较难消化药物 忍致胃药不食 要刻意去记住这件事 去做这个实验 我的目的 就是帮大家 脱离一些病困 因为 胃药不食 几个月 真是一个煎熬很辛苦 但影响到大家 立常的生活 就算你不用工作 不用花我 你长时间 胃是不舒服 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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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影响到你吃东西 你不敢吃那么饱 因为消化不良 是吧 所以 这件事 资料 是经过我精密的分析 提供给大家参考 是一个参考的指标 资料这些 胃药水 会不会有敏感 那你就是要跟医生商量一下 药房应该不能骂 胃好牙笛 胃药水不能骂 已经 十几年前 胃药水不能骂 水剂现在没有了 一般药房就是胃药 那你就是梳打饼 基本上 都不需要请教医生 什么能事 就算脱了些针 针牙脱了 没有牙 咬 找个口 硬 找个 上额下额 他也会睡 然后 吞也吞 就算没有牙 就比较安全 是吧 很多医院都是 晚上那一餐 你还觉得 小肚子 宵夜 你只能给梳打饼 给 鲍鲍鱼 那些是 一些 比较安全 可靠的方法 但是 是 最好 你都是 未做这些事情之前 请教医生 如果医生 给不到答案 我说 就算你不想胃药水 你只吃梳打饼 都肯定 对于你 因为药物过敏 对抗生素 先不弱 好削胃的 你这些 弱性 都帮到你 舒缓 未必一定没事 但起码减低 不惜现象 15分钟的讲假 相当清楚 不明白 自己 重新 听一次 找个脑 过了一次 你自己会告诉你 找到个答案 如何如何 去预防 重量 重能事 去预防 食服用 抗生素 消炎药 削胃 引起胃部不息 对我来说 这些是一个好的方法 祝君健康